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密史 今天我们继续讲建国之路 第58回 分封天下 从这一回开始 我们放慢一点节奏 因为这是个非常难于理解的段落 这些年看书 掌柜觉得可能对蒙古的主要分歧 就集中在这个时期的蒙古 我们放慢一点 是吧 有必要给大家仔细读读 蒙古到底是什么 是愚昧还是进步 并且我也觉得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事 是吧 怎么建立一个国家和怎么建立一个公司 很多意义上是一样的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 成熙思汗建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分封天下 在蒙古密史第202段里讲了 分封了95个千户纳言 这个我就名单我就不读了 掌柜只说明一件事 蒙古建国的第一件事 大家看就是分封95个千户纳言 这同以往蒙古 蒙古汗的确立截然不同 咱们以前讲过 是吧 成熙思汗为和汗 咱们就不说了 你看那扎木和 扎木和成为古尔汗 他怎么做 召开部落大会 然后在大会上被部落推举为领袖 成为大汗 是先有贵族 而后有大汗 大汗的出现是因为现有贵族的拥戴 而成熙思汗呢 成熙思汗是彻底粉碎了旧贵族制度 然后通过立功 建立一个新的贵族体系 新的贵族都是在随着成熙思汗 这些年的征战当中 有战功的人 军功诀 用军功诀取代过去的世西贵族 这就是95个千户纳言的本质 这就是未来蒙古帝国的基础 这个蒙古帝国带有过去蒙古人的基因 但是是一次重生 成熙思汗的一小步 蒙古却因此一步跨过千年 蒙古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在追赶文明 为什么说跨越千年呢 千户纳言相当于咱们的什么 是封王吗 不是 95个呀 数量非常大 其实相当于我们的县令 成熙思汗这次分封 实际上是废诸侯射军线 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为这件事标志着所谓专制国家的诞生 周是封决 是一种贵族制度 然后由贵族再封军 就是下面的小诸侯 二级诸侯 于是天下割裂 人民到最后只知道有大王 而不知道有天子 我这个军是谁封的 我就对谁效忠 到秦汉 废诸侯 废除诸侯制度 实行俊宪制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才成为一句实实在在的话 蒙古这次分封 非常向秦国统一六国以后 设立郡县制 只是蒙古不是农耕社会 他们的县令叫纳严 蒙古帝国建立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千户纳严 而且所有长官都是由成吉思汗为任的 以后成吉思汗在千户纳严上面 还会设置万户 分封万户 但是万户是不能直接撤销这些千户的 这和分封是不同的 分封的话 所有千户都是万户指认 但是现在是先指认千户 然后任命万户 是典型的极权国家 就是所有的行政权力 极权于大韩 有分封 但是任何分封都是大韩的权力 就算你是万户 也无权决定你下面的千户 以前蒙古分散的部落 现在集中掌握在大韩手中 旧有的贵族被彻底打倒了 蒙古走出这一步 从原始社会进入极权国家 跨越千年 至少这一步跨越了周朝 用八百年走过的历程 很多失败的公司 是吧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权力的分散 因为分封 我们看到老板把权力给了副总 然后副总去任命下面的经理 其实这是犯了大惊 这是在复制贵族制 在走周朝父王的老路 所有公司的重要岗位 必须是老板直接任命的 这个任命权才是公司的主权 谁有这个任命权 谁才是公司真正的所有者 不然的话 你就会成为周天子 总有一天 你会面临周朝那样的事 你看当当 是不是这样 两口子最后都会上演成谱之战 大家注意 以后蒙古有万户 但是所有千户都是成吉思汗分封的 千户是基础 万户只是对千户进行管理 而没有任免千户的权利 蒙古帝国这个公司 谁是老板 谁是打工仔 清清楚楚 有这个体制在 就有蒙古帝国 你等着往后看 一旦这个体制被打破 蒙古帝国就土崩瓦解 四大韩国 一旦各自都有任命官吏的权利 有设置千户的权利 那就国将不国了 中国的郡县制一直到清朝 中国的封建制度都把任命县令的权利集中在中央 省长 是吧 省长虽然管理县令 但是无权干预县令的任命 这是专制体制的首进 就是因为这套制度执行的好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可以执行到清朝 其实这个分封的过程是什么 这是所有制 是通过任命这样一些奴隶平民为王 确立一种更高级别的所有制 蒙古帝国的法人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虽然是成吉思汗在分封诸侯 但实际上确立的是成吉思汗 法人的地位 有我成吉思汗 才有我分封的那些千户万户 是吧 没有 我如果没有这个权威 你们如何成为千户和万户呢 你们不是还是奴隶和平民吗 这就是秦国的军功诀 你们以前是奴隶是平民 现在因为为我立了功 而被我任命为贵族 要是在乎你们现在的贵族身份 你就必须承认我这个大汗 要不然你就仍然是奴隶 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 明确法人是谁 创业的时候是哥五个 是吧 但是最后只有一个是老大 是未来的老板 你不明白这个 你就是德云社的李京 是吧 干到公司这个这个级别的时候 不会有两个法人 数钱这件事 本身就不会是两个人一起数 他跟以前的部落联盟 攻推领袖完全不同 这就是费诸侯 设郡县的进步 这95个纳言 就是以后蒙古的基础 军功诀 是吧 费诸侯 设郡县 蒙古 一步跨过千年 其实在国家体制上 已经蒙古已经和当时的 所谓文明国家 差距不大 那掌柜就是这么读书的 是吧 我总把咱们的历史 当做一把尺子 我在读别的历史的时候 就把它和咱们的文明 相对照着看 第202段 下面这个第203段 跟大家说也非常有趣 是吧 军功诀 功劳决定你的岗位 现在这出雷争功的 掌柜读给大家听听 蒙古秘史的第203段 成吉思和寒 将只说 有书勋的同伴 将予以书赏 令 伯汉尔出 穆华黎 纳言前来 那时 诗吉糊涂糊在 工帐内 成吉思汗就说 去请他们来 诗吉糊涂糊说 伯汉尔出 穆华黎等 比我们有大功 书勋吗 何寒恩赐我 比他们 无功寡勋吗 我从幼年 升级你的 高门线的时候 直到现在 我长出了胡须 成了 仓发的老翁 也没有起过 三心二意 一直 追随在你的左右 我从幼年 升级你的 金门线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口上 生出了胡须 若大年纪了 也没有做过 偷懒的恶事 牺牲一切 为你服务 使我 睡在足下 使我 眠在背里 像 儿子似的 抚育了我 使我 睡在跟前 使我 眠在怀里 像 兄弟似的 养育了我 现在 怎么赏赐我呢 这是 这是 世纪糊涂乎 不服了 成吉思汗 要赏赐 伯汉初 和穆华黎 就是要封万户了 现在 世纪糊涂乎说 我的功劳 比他们少吗 那就这个意思 成吉思和汗 对世纪糊涂乎说 你不是我的六弟吗 给异地你 和亲弟弟一样 分给你 一份份子 又为纪念你的功劳 封你九次犯罪不乏 成吉思和汗 又这样子说 蒙 长生天的 诱护 征服万国时 你就当我的眼睛和耳朵 从我的兄 母亲和兄弟 儿子们有 粘房的百姓中 有门板的百姓中 分些 署名给你 你所吩咐的话 谁也不准更改 又封 世纪糊涂乎 为全国最高断士官 惩治盗贼和欺骗者 应处死的处死 应惩罚的惩罚 又降止说 全国的分产 办案 把它记载在清册上 和我商量过 世纪糊涂乎所办的案子 记载在白纸清案上 子子孙孙 永远不得更改 有更改的 就严办 世纪糊涂乎说 我怎么能像和寒的异地 你的亲兄弟一样纷纷着呢 和寒赏赐 我只想要一份 住房子的城市百姓 成吉斯赫寒答道 因为你自己处理这些事情 照你自己说的去办吧 世纪糊涂乎 接受了成吉斯赫寒的赏赐以后 出来把伯汉尔出 穆华里等纳言传唤进去 世纪糊涂乎 大家还记得吗 是吧 这是四养子之一 是赫额伦的干儿子 塔塔尔贵族子弟 有些人说 这个世纪糊涂乎在争功 其实不是 是吧 世纪糊涂乎确实说了 他们的功劳比我大吗 我的功劳比他们小吗 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不是争取自己的封赏 正相反 你看后来成吉斯汗 给他一些赏赐 是吧 这个失机糊涂乎 不要 说我只要一份子住城市 住房子的城市百姓 我不要那些牧民 和住在山区的那些猎人 我将来只住在城市里 成吉斯汗最后说 以后这事你说了算 你说哪个城市是你的 就是你的 以后就这么着 不用再问我 其实在这里呢 失机糊涂乎 是向成吉斯汗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要怎么约束这些将领 因为他们现在是千户 都有自己的臣民 都负责自己的内政 将来难免他们之间不发生分歧 您总有个看得到 看不到的地儿 到那个时候 您如果已经不在了 让我们怎么相互平衡 是不是又要走回纷争的老路 我们说202段 是吧 分封已经建立了所有权 203段开始 是要实行一个分权 所有权是大汗的 但是活不都是大汗干 是吧 那那不成 那得累死 所以活要分下去 要有人帮着大汗分担工作 从203段连着这几段 是说怎么分 失机糊涂乎的话 成吉思汗立刻就听懂了 于是命令失机糊涂乎 为大段式官 建立蒙古法治 到这里 已经实现了其实三重管理 全国的军队 现在都掌握在大汗手中 这是蒙古帝国的基石 全国的形状 现在都在各个纳研手里管理 蒙古正在逐步建立 大汗主导下的万户千户们 管理的国家 以后千户 千户下面还有百户 这是一种行政体系 而除此以外 好像有个独立的司法 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大汗提供一个部落间 纷争的解决办法 就是法律 这是相当睿智的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任何体制 如果没有法制都做不到公平 如果基本的公平都无法保证 那就一定会引发动乱 好像是司法独立 是吧 不对啊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 施急糊涂糊 靠什么维护司马 司法的独立 没有大汗的支持 他就是一介书生 大汗所说的 施急糊涂糊是大断食官 其实是把自己置于 施急糊涂糊之上 而施急糊涂糊 置于众人之上 在蒙古是极权国家 施急糊涂糊 离开了大汗的权威 离开了大汗的军队 他什么也不是 他不是副总 他是助理 虽然说他在众人之上 都是因为他代表大汗 他不是二汗 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在看成吉思汗以后 任命官员 他任命的官员 你听着全都怎么说 全是熏天 但是其实都是助理 那就是什么意思 谁不听我的 我有权给你告老师去 所有人都是这个权利 所以在蒙古 一切权利归大汗 打断是官 是成吉思汗的助理 这就是蒙古法律的位置 建立了法律以后 就是建立信仰 在蒙古体制中 宗教领袖 也是成吉思汗的助理 这就是下面分封蒙利克 蒙古秘史第204段 成吉思汗 对蒙利克老翁 降旨说 共生共长 有福有庆 你的功劳 是不少的 例如 其中有一件事情 当王涵和桑昆 骗我去的时候 走在路上 夜宿 蒙利克老翁 你的家里 你如果不劝阻我 那我一定要沉入深水 坠入烈火 送了命 我永远记住你那次的功劳 子子孙孙 也永远不要忘 为纪念你的功劳 请你坐在跪坐上 每年也不悟 每月也不停 给你奖赏 直到你的子孙 永远不决 蒙利克 蒙利克这个人 其实在很多 阿拉伯人的历史当中 这是蒙古的宗教领袖 大家注意 蒙利克受到尊敬 永远接受供养 但是蒙利克 没有任何实际权利 蒙古绝不会出现 实权的宗教人士 谁要是敢越过这个界限 谋求脱离大韩权利的宗教权利 一定会倒霉 这是铁律 承基斯和韩这个人 对权利有着天生的敏感 蒙利克这个人 在其他史书中说法很多 他的故事往后听 以后还有 一个国家需要一种文化来支撑 情怀这东西其实很贵族 它不太可能产生于奴隶阶层 甚至于也不太可能 从平民阶层产生 这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一定会供养一个精英阶层 这个阶层为社会提供一种主流文化 你比如说宗教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艺术思想都是 科学也是其中一种 蒙古的书看多了 你就会发现吹捧蒙古的书很多 确实成吉思和汗是个不世出的英雄 但是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 他是生而知之 其实成吉思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学习能力 蒙古要说做到了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倾听 成吉思和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听得最多而讲得最少的领袖 蒙古所采用的各种政策 其实都不是他们发明的 他们只是听来了运用 所谓的高明 一个是他们真的认真听 认真想 所以听懂了 实施起来就比较现实 再一个就是他们博彩种场 其实蒙古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 他们只是东抄一句 西抄一句 但是合起来 就是当这些文明混合在一起 竟然爆发出那样的力量 这让我们惊察不已 这一年都认为成吉思汗45岁 45岁的成吉思汗还在倾听 学习是进步之源 倾听是一种力量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周了 下一周我们继续讲 下一周给大家讲讲 四大万户 召售